而且彭夏大哥 少花钱要做大外宣 就要拍新的MV 是啊 所以说这个 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国 有所谓的武侠小说 然后中国人很会拍武侠片 那么但是我们看到 自从美国那个Top Gun 的那个效果很好以后 现在拍第二集的 中国也想拍个解放军的Top Gun 名字就叫越海峡 就现在在一个画面 对 如果真正的要搞这么一场 所费不支 各位前几天不是在讲吗 我们空军号称是 欠了中油公司 40亿的油钱 因为要拦截这个中国阶级 这样子耗油 如果我们的空军都 至少还欠40亿 代表不止40亿嘛 对不对 那中共的空军 这样子搞下来 一年下来它要多少 没有一千亿 绝对下不来 所以拍片比较省钱 对嘛 对嘛 而且拍片可以剪辑啊 可以做特效啊 而且这个效果 远比实际的 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嘛 对不对 可以看得更伟大 对啊解放军 棒棒棒棒 强强强强 好厉害 对不对 目的就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说 中共一代讲 我要打台湾 我要怎么样 那搞了 叫了七十几年 对不对 坦白讲 我的解读是这样子 因为我跟解放军 这个斗争了五十年嘛 对不对 我的解读是这样 中共唯恐台湾 走向法理台独 他解决不了下不了台 你以为真正的台湾 走向法理台独 他又能怎么样 老美不点头 他就是不敢动 在那种状况之下 他才真的难过 所以他要把话先讲出来 说如果你要 我要打你 我要打你 真的有能力的话 赶快打嘛 你连个菲律宾的那个破船 二十四年了 现在又天天在那边叫 对不对 老美传一来 他口风就变了嘛 对不对 你以为这么容易吗 开弓没有回头箭 你要开弓很容易 射出去以后 你回不了头 最后谁倒霉 你更倒霉嘛 第二个问题就是 大陆有一句话叫 是驴是马 拉出来溜一溜就知道 那么这就是什么 认知战的部分 所以他现在 他与其花钱在做这些 还不如拍电影嘛 搞认知战嘛 对不对 然后这样子 希望说能够让我们觉得 哎呀我们一定要乖乖的 我们不台独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说 好我们不台独 中华民国是主线独立国家 他又说你是华独 但是后来说 怎么办呢 对不对 这个华独是从蒋介石开始 两奖开始 国民党的这个老本权嘛 对不对 那今天民进党走了国民党的路 国民党没有路可走 对不对 所以说这反而是 这个台湾的一个更安全 更有保障的路 各位 这个中共没事喊备战 打仗兵不是这样子 打养兵 有一句话叫续养截宣 为什么 你要积蓄力量 你要养它 但是你要有截度 不要一天到晚就备战 所以我觉得说 这样的一个状况 美国的这些状态 就是使 无一止割 让这个战争 不要办 我们购买美国的武器 哎 人家说 什么和平 那你 干嘛要买武器 哎 拜托 就因为我们买了很多厉害武器 才会有和平 好 我们稍后回来